我真的想不到 是嗎 不過我寫了某些答案出來 是嗎 不過一路聽 可能他就會找到答案 究竟呢 剛才所說 甚麼是為之催眠呢 其實催眠呢 古希臘神話是有一個叫做睡神的 hypnose 對 因為英文是hypnose 就是在希臘那裏有一個睡神的hypnose 就像你這樣 睡五覺都睡九個字 即五睡小睡片都睡九個字 就是因為這一句 令我經常被同事笑 就是你這樣 我想大家不如叫他hypnose 不如說他一種 其實這一種是透過某些技術 令到他進入了另一個意識層面 即是說呢 我們現在在一個意識層面 即是懂得反應的 懂得對答說話的 那他是另一個意識層面 這個意識層面呢 可能是在我們的physically 即是我們身體上的感應沒有那麼強的 但對於我們的感覺 感官 情緒 甚至是潛意識 你也有說 可能在那裏他的意識更加會強些 剛才所說的 梁朝偉是在催眠的時候 不是在睡覺嗎 梁朝偉是 被人催眠的時候 其實說一下他真的是在睡覺 因為你看到他 太放鬆 是的 他太放鬆 和他太累了 當然就是這樣 還有你看到梁朝偉的時候 他其實是 又不是很肯讓你去催眠的 因為他是不想告訴別人 我自己是臥底 是的 這個是有關的 究竟能不能催眠到你呢 跟剛才那件事 你肯不肯接受催眠呢 這件事都是很有關係的 他那件事當然是叫睡覺 因為在睡覺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不可以接受到 一些這樣的訊息的 你記得我們那次不是說睡覺的嗎 睡覺你雖然在 physical 層面 身體上 你可能是 某些反應是沒有了的 但其實甚至乎 你的意識對達 你也是會沒有了的 你只不過是對某些 神經反射是有些感覺 所以就是 有這樣的情況的 還有 我們剛才所說 經常都說有些暗示性的 其實這些催眠 是透過一些暗示性的語言 或環境 而令到它進入某一個狀態 至於那個暗示性 我們等一下再說一下 你現在可否說一句 暗示性的語言 即是說 例如我們現在 私生在一個 風和日麗 天氣很好的地方 如果你是接受 暗示性很強的人 你是會馬上進入了 那個情境裡 如果你是 我們叫催眠性 沒有那麼強的話 你就 說什麼 無故 你會馬上不會受 這樣的影響 或是感應到的那種 那種感覺